宋永善是援朝老軍人大小戰鬥參加二十多次 在大西北時首部受傷 一直靠殘疾金生活 但他的殘疾金就被一個領導扣低不給他 就是因為他去舉報這個問題 在縣委大院活活被打死 女兒宋喜蓮說 在2017年6月1日上午8時 他帶著材料去縣委 9時多就出事 在縣委辦公室前的監控下 被打到整個頭顱骨折 頭上一個大血腫 一個頭骨露出來了 七孔流血 還流一口氣 但不讓送到醫院 後來我爸爸又把殘疾車拉回來 整個頸背上都是血 就是這樣他自己回來的 那個縣委說 我爸爸自己跌倒 當時有一個人在現場拉開我爸爸 他是唯一的一個證人 他不告訴我是誰打的 反正他也不說是我爸爸自己跌死的 宋喜蓮說 三年來去過北京很多次 都沒有得到解決 甚至以挑釁滋事罪 關押在臨凡市看守所 宋喜蓮還透露 在看守所上 他是被帶著腳療背扣 黑頭套參加開庭的 腳療和手扣都是連著的 去廁所都是這樣 從早上8點開庭 一直帶到晚上8點多 在看守所來的 每次都會有膨脹 在看守所領悠 你可不可以 可以嗎